大家好 我是Agent 15 歡迎來到大阪福的第五集 上集浸完溫泉 今集就再去吃好東西了 第三天的晚餐 我們來到跟蟹道樂同一個集團 不過就是較高級的版本 網園別館 可以上官網先預約位置和套餐 walk in 都應該可以 套餐就有貴有便宜 可以說是封劍遊人 一進去 去櫃檯確認預約後 就可以去坐升降機了 一開門 餐廳環境都幾別之下 感覺到就有差不多等級 坐的是包廂位置 私人感覺十足 本身就以為要坐這個榻榻米 原來桌下面有粒位置 都可以坐得很舒服 不用屈住腳 一坐下可以欣賞一下餐具 全部都關蟹事的 這個是飲品menu 飲品就叫了杯蘋果汁 正常份量和味道 今次吃的蟹餐叫做雪乳夜 總共有七道菜 算是比較高規格的一個餐 主打就是吃這個松葉蟹 日本人稱之為蟹后 第一道是蒸蟹腳連蟹糕 旁邊還有青檸和酸洋蔥 全部都開了邊 吃下去超級方便 一點都不麻煩 滿滿的蟹肉 加上鮮甜的味道 點上蟹糕 味道就更濃郁更豐富 就這樣吃蟹糕 都是很好吃很吸引 第二道是這個龐蟹刺身 有三款的 中間較大的那個就是雪藏蟹 而左右兩邊都是松葉蟹 不過左邊那個就有輕輕火隻過 醬料都有三款 左至右就是豉油 蔥花辣蘿蔔蓉和青檸柚子醬 三款刺身各有特色 先試中間那個 雪藏蟹肉質非常飽滿 全部都是滿足的口感 而松葉蟹吃下去味道就比較甜 肉質也好鮮嫩 最後就是經火隻過的松葉蟹腳 可以見到表面都有輕微燒過的痕跡 這個就會選擇加辣蘿蔔蓉和蔥花 保持表面乾身的吃 做到調味之餘 又不會搶走火隻的味道 個人來說就比較喜歡吃中間淡淡肉的雪藏蟹 第三道是烤蟹腳 旁邊都有些蔬菜 都是有烤過的 可以點特製的番茄醬 還有火再熱著的醬 慢慢享受都還可以 大家看看這個蟹鉗 是不是很吸引呢 的確不錯的這個 但前兩道菜就太出色了 所以這道菜暫時只能排第三 第四道菜是炸蟹 主要是炸腐皮蟹餅 另外還有野菜天婦羅 天婦羅分別有黃牙白 茄子和薯仔 做得不錯的 皮薄餡靚 炸腐皮蟹餅就很出色了 熱鬧鬧不僅 外皮脆脆的 加上表面有很多炸腐皮 而裏面呢 大癲 是滿滿的蟹肉 和平時外面吃的蟹餅 是超級不同的 想調調味可以點這個懷疑 但其實就這樣吃已經很夠味 第五道菜就是沙布沙布 有豆腐菜菇等等 還有兩條蟹腳給你烤 放到反地心吸力的款式 因為後面就用了牙籤去做固定 試試它先 好味得來 口感又夠順滑 建議大家在這裏不要overcoat 因為如果overcoat的話 肉質過熟會影響口感 其餘的配菜也不差 這片紅蘿蔔片 都是蟹的形狀 挺精緻 第六道菜就是壽司 總共有三件和牛榜蘿蔔在附近 但這個就不多說了 因為壽司飯和蟹肉 都比較失望 看回片才知道自己原來吃完牛榜蘿蔔 都還未動剩下那兩件壽司 最後就是甜品 是蝦蜜瓜 但這裏有點搞笑 明明有切但沒有切到底 最後都要自己花點功夫才可以吃到 這個正常地好吃 應有的甜都有的 其實夠冬夠甜已經很足夠了 最後喝一杯熱茶做結尾 暖暖個胃幫助消化 第一次吃全蟹宴的我呢 感覺是非常滿足的 這裏食材新鮮有質素 這個價錢是合理的 還可以品嘗到不同的烹調方法 蒸啊 刺身啊 烤啊 邊爐 樣樣都有 還有 全部蟹腳都擦得乾乾淨淨 不用自己剝殼 淡淡用 未吃過的話 真的要來試試它 吃完全蟹宴之後 就回酒店休息 今次的酒店就在梅田那裏 這一間 大阪梅田 Intergate 酒店 酒店大堂就在一樓 只是看過大堂都覺得好新正的了 In Check-in 都要用 Tablet 房卡亦都不用手遞手 再走多幾步就有個自助區 可以拿梳 洗臉東西 化妝棉等等 而這裏所寫的用品 房間亦都有預先提供的 那我們首先來個 Room Tour 一開門 有條闊落的走廊 左邊是雪櫃和掛衫的地方 還有一塊全身鏡 而右手邊就有掛衫的勾 另外就是洗手間 日本酒店洗手間來說 這裏是非常舒適的 設計簡單又夠光碼 房間中間就有張雙人床 而左手邊還可以放行李 所以整個布局是非常好洗好用的 床旁邊有張L型的梳化和茶几 酒店亦都有提供充電線 Type-C或者Lightning都有 床兩邊亦都有USB頭 電話就不用擺到老遠的充電了 床上面有兩件浴衣 衣 褲 袋 全部都有 沒錯 這間酒店是有大浴場的 大浴場位於酒店的18樓 好 開放時間就是早上6點到10點 還有下午3點到凌晨1點 一場來到當然要去浸一下 裏面就拍不到給大家看了 給大家看一看吧 裏面有典型日本坐在這裡洗澡的設備 冷熱的浴池和桑拿室 開到凌晨1點 玩到夜都還可以去放鬆放鬆 除了大浴場 這裡還有很多其他服務 而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適逢酒店五周年 酒店在不同的時段 安排了不同的小食和飲品 例如晚上8點到10點就有茶几飯 而地點呢 就是酒店大堂旁邊的Lunch 而我就是早上在這裡叫了杯咖啡喝 是手沖咖啡來的 都不錯的 另外還有不同的果汁飲品和茶包 我就拿了杯橙汁加冰 未想好行程的話 可以坐在這裡想想先 喝完想完才出發 哇這麼快就去到 這趟旅程的最後一站 就是主打炸豬扒的 湯格茄克茄漢 這一間店厲害了 首先正常來說就是 星期二三六都不會開門的 第二餐廳是2023年 米芝蓮必比登推介的餐廳 必比登的意思 就可以參考旁邊那張MEM帽子 第三就是餐廳在Tabelloc的分數 是有3.66的高分的 就憑這三點已經非常值得去拜訪一下了 餐廳位於芥根本丁站附近 經10號出口 步行3分鐘就可以到了 午飯時間來的話 建議你預訂位先 沒有預訂位的話 都不知道要等多久 電話預約或者Auto Reserve預約都可以 不過如果用Auto Reserve的話 就要付1000日圓的手續費 晚餐就應該只限walking 進去看看 店員服務態度是非常好的 會主動幫你掛衣服 亦都會主動提供這個毛毯 完全有奔至於歸的感覺 菜單就很簡單 主要就有分你隻肉和腰內肉 還有你想吃的豬和份量 有9款豬可以選擇 我就叫了這個靜江縣橙地的蛇喱豬 上台了 有高麗菜絲 湯 植物 薯蓉 和薯片 逐樣逐樣說 高麗菜是很新鮮的 吃得爽口 沒有軟身的感覺 餐廳提供了兩款自製的醬汁 分別是紫蘇洋蔥醬和紅蘿蔔醬 拌上菜絲這樣吃 就沒有那麼單調和更加清新了 湯都有小驚喜 打算是麵豉湯 但原來是非常足料 有牛綁和豬肉 是一碗濃郁的豬肉湯 絕對不是膚顯了事 在一間出色的炸豬扒店裏 即炸薯片都不會差 薯用口感豐富 可以見到一粒粒薯仔肉在裏面 而你所望到的三個空的小碟 可以給你放調味料或者醬汁 配這個炸豬扒吃 有兩款炸豬扒醬 甜銅辣 另外兩款就是鹽 分別是海藻鹽和馬爾頓鹽 高級用料 食扒專用的 我個人就喜歡用鹽來調味去多過醬 省微點少少就足夠調味 說回主角 只望個賣相 只能夠說 我真是見識少 沒吃過這麼肥美的豬扒 外皮脆口 肉汁油脂爆了 豬扒還可以見到微微的粉紅色 除了師傅炸工了得之外 亦都要來貨夠好夠美 才會有眼前這件這麼吸引的炸豬扒 油脂、肉味、口感 全部都是高水準發揮 難怪米芝蓮都要推介 另一個餐叫做腰內肉 這個是鹿兒島黑豚 腰內肉有名小利基 其實是整隻豬最瘦的部分 脂肪含量少 肉質就較嫩口 看都看得到 和剛才介紹的那件你隻肉 是有很大分別的 我自己都是喜歡吃肥美的豬肉多些 最後會有一球雪糕做結美甜品 有柚子、綠茶和芝麻味 正常地好吃 不會好甜 總括來說 想吃炸豬扒的朋友 這間餐廳絕對不會令你失望 賣完單出去的時候 就見到條隊了 這一個應該就是日本出色餐廳最好的證明了 還要是本地人多過遊客 很慶幸自己 在短短四天三夜的行程裡 都遇到這間餐廳 日本大阪Ford就來到尾聲了 未訂閱我的觀眾 希望你可以訂閱我 給點支持 你小小的支持 是我大大的推動力 我們下條片見 拜拜